除分断生死 这分断是六道的 六道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我们这次得到人生 在人生里面注入干年 从生到死这是一段 这叫分断生死 其实给你讲真话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 身体生死 为什么说你没生死呢 你的灵魂不死 现在这些年来 最近这三十年 西方世界非常流行催眠 这些心理医生 做这些催眠 证明 人的灵魂不死 他也为我们证明了 人死过之后会投胎 从催眠当中 能够了解到人 经过这个世界很多事 确确实实 有时候过去生中是人 这又到人间来了 还有过去是出生 这一生到人间来了 还发现 前一生的时候 在别的星球上 这一生的时候 到地球上来了 我们看看 这些催眠师 他们的研究报告 从他的报告 你就肯定 这个轮回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证明 人不会死 一般人讲灵魂 佛教 不说它是灵魂 佛教说它是神石 因为它能变 我们这些现象是所变 它不死 叫灵魂 其实它不灵 它迷 它叫迷魂是对的 不能叫灵魂 它不灵 它要是灵的话 它可以选择很好的地方去投胎 为什么到贫穷 穷苦的人家投胎 它不灵 为什么到畜生里面去投胎 还到卧鬼地狱去投胎 可见它不灵 那真的是迷惑颠导 觉悟了啊 就叫灵性 什么时候它觉悟了 它成 声闻 辟致佛 就觉悟了 声闻是阿罗汉 它正在阿罗汉谷 它超越六道 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了 如果它再到六道来 它很清楚 它不迷 它来干什么 它来度重生 它不是来受报的 因为六道里面的因 断掉了 这个因就是见死烦恼 它把见死烦恼断了 没有六道的因 到六道里头来 是来度重生 所以除分断生死 这六道里头的生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